说完了反射定律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平面镜的成像 能够反射光线 然后成像就叫做镜子 如果这个面是一个平面 叫做平面镜 那如果是弯的 就是所谓的凸面镜或者是凹面镜 后面再说 我们是面平的叫平面镜 那么重点就是平面镜的成像性质 这里画了一个图 然后左右边的光线打出来 然后反射 然后眼睛到眼睛 眼睛认为光走直线最延长 所以后面有心线 然后这个就成了一个像 那么在这个数学上 就会有所谓的全等三角形 就可以做好一些证明 证明我们单回要教的一些事情 有平面镜的成像 重点就是打过去 反射 进到眼睛 眼睛就延长 那么光走直线就延长 认为那里有个东西在发光 然后呢 让看到影像 就是有所像在那个地方 好 这样 就叫做平面镜的成像 那么就记得他的成像性质 当初这里讲过了 问成像性质 请回答正立还是导力 放大还是缩小 实像还是虚像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 从数学的全等三角形 就可以证明 证明它是一个正立相等的像 那么因为它是延长线所 所汇聚的像 所以这个像叫做虚像 而虚像 所以它成为是一个正立相等的虚像 虚像 虚 前面交的真孔成像 叫做实像 是光线实际 汇聚所形成的像 这个像是延长线所构成的叫做虚像 也就是你在后面哪一张纸 遮不住 放个底片 放个CCD 不会感光 因为光线没有这么大分的地方去 所以叫做所谓的虚像 背下来正立相等虚像 同时还有两件事要记住 一个叫做物具等于像具 这也是从数学上的全等三角形 可以证明 物具等于像具 还有要左右相反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上学做过活动 它其实没有左右相反 左右相反的那个说法 是有点问题的 是我的左边是敬礼的那个人的右边 所以那样的左右相反 还有那种像盖章一样 看起来反过来 所以我说他左右相反 实际上有你的眼光看 你的观察的眼光看 右边还是在右边 左边还是在左边 就我们上学时有做过活动 跟你讲过的 但是考词都写 左右会相反 我们的一些考 也是透过左右相反来考你 你就记住就可以了 所以物具等于像具 左右相反 所以记得自己有什么 记得一 我们的成像性质叫做正立相等虚向 记住二 物具等于像具 记住三 左右相反 左右相反 ok 好 有成像性质 来 这是考试 考题目 等一下我们就会做这些题目 除了最后一个视野问题 我们必须要另外告诉你要怎么处理之外 其他的这前面几个都是我前面讲过的 反正应律 讲过的 平面镜的成像 有人考你左右相反 有人考你物具等于像具 有人考你他的成像性质 正立相等虚向 我们等一下就会做题目 然后视野问题 我们会再另外告诉你 我们要怎么处理 这又是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的平面镜成像性质 ok